法會啦 你們應該相信法院而非法會 好 那現在對於這個 朱雅虎的首寫性 蔡壁如當然是絕口否認嘛 他說不會有人叫我蔡婕啊 他今天不是要去告嗎 他告了沒 目前還沒 對 好 那可能洪建益在給他擠牙膏 洪建益是嗆他說 你要告你就去告 為什麼 因為呢 洪建益呢 昨天在某一個節目上面呢 跟這個 你看喔 國民黨桃園市議員林濤呢 在三立節目關我什麼事中指出 這封信不能代表什麼 如果要質疑蔡壁如應該拿出證據 否則只是幫時任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謝澤 洪建益則不滿回嗆 我跟你賭 如果我拿得出蔡壁如的手譽條子 你辭掉議員 沒有我辭掉議員 敢不敢 欸 搞到要辭掉議員 表示洪建益應該有99.999%的信心 覺得那個首寫性是真的了吧 對 那我覺得我現在要講林濤啦 林濤的態度很奇怪 只要碰到黃珊珊 他就會罵黃珊珊 那民眾黨除了黃珊珊之外 他就會開始維護民眾黨 我覺得這個人也是很奇葩 因為他一直罵黃珊珊怎麼樣 那其實洪建益講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坐在他旁邊 我們一起上一個政論節目 他就跟我講說是一個叫 扣賞的人告訴他的 那我告訴你有這個陳情書跟有上面8月3號之後約時間的 你覺得是什麼局 什麼局 是什麼局會有就是那個都發局嘛 那都發局會流出來的 因為一定是可能蔡壁如有吧 對 他寫了8月3號約時間之後 照理來說他應該就交都發局了嘛 因為他在講金華城嘛 交都發局去約時間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那都發局 然後他又遇到一個扣賞 那你們知道 就是說那你覺得 你可以想像他遇到的人是誰 遇到的人是誰把這個東西交給他 在這個所有的案件中誰是扣賞 誰做過都發局的員工 誰是扣賞 你們就知道了這個所謂的 我不曉得 我沒有直接問過他的消息來源 但是他講扣賞 然後又在都發局待過 如果是這個人交給他 那是百分之百的正確 而且有手遇嘛 而且這個人在這個 這個被訓問的時候 也是把案情坦白的一清二楚了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你蔡壁如真的 對洪建議的說法有這個話 你就一約去告他 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 真的這個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那如果說 其實我覺得蔡壁如是小題大作 因為這樣的東西在 這個事情是在這個 所謂柯文哲前一任的 市長中發生的事情 這一任的市長裡面 因為有雙齡 就是林中銘跟林青龍保住了 所以這一任並沒有失守 所以你只是去談也沒有用 因為最後沒有做成 那我不曉得你蔡壁如是在緊張什麼東西嘛 那所以說我覺得就是說 那如果說你覺得 你這個洪建議已經損害 損害你的名譽或是怎樣 他可能要選下屆的代理黨主席啊 所以說他覺得洪建議是在搗蛋的 那你就去告洪建議 如果你今天沒有告 你等於承認這個事情了嘛 那再來就是說 我覺得黃國昌的這個策略 就是成功了 真的耶 對 那你可以看到這整個案件中 誰跟柯氏夫妻比較近 其實是黃珊珊 這是什麼 完璧保生 對 黃珊珊 因為他有做過副市長 然後他又是律師 所以在這過程中 他不停的去接送 陳佩琪然後又去他們家裡頭 幹嘛怎樣的 我覺得這個對他來講 或是他最近的言談 大家就覺得說 他這個也是應該要有負擔 部分的共同責任 那黃國昌切得很好的原因是因為 他在市政府的 就是做市長任期 他沒有進入民眾黨 然後他又是一個有煽動力的人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 就是黃國昌是理所當 那蔡壁如在這一波也是切得很乾淨 除了洪健益這個姓之外 之前他也是切得很乾淨 而且他不停的呼籲黨中央說要清軍策 類似清軍策的 所以他也保持了他的這個 所謂的高的一個比較見好度 就是說誰比較適合怎樣 可是就黨內現在的氣氛來講 對於蔡壁如的反彈其實是蠻大的 就是說其實你看他 你看這個民眾黨 大家都講說民眾黨比黑社會還恐怖 你還要把謝麗公送中評會 謝麗公只不過叫 忍遂協商 他就把他送中評會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選起來的話 我覺得黃國昌可能在黨內會略勝一籌 來律師 你同學 對 恭喜你 我先講一下 如果真的要符合科學理性務實的概念的話 要相信的是司法官 而不是法師 相信法院 不要相信法會 司法官包括法官跟檢察官 真的的戰場是在那個地方 不管你是找法師跟牧師 或在什麼地方做法 真的從科學理性務實的角度 完全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我真的我要查你一句話 你看你為什麼不相信法會呢 你看第一個法官就把他放了 第二個法官才把他壓起來 所以也是運氣 所以當然要相信法會 好 剛才有一個小細節 我再補充一下就是說 那一封信 陳情信 那一封陳情信 就問一個關鍵點是 請問那封陳情信有沒有禁告公文系統裡面陳情 什麼意思是 當初A寫給B的時候 寫給碧如姐的時候 那碧如姐如果說交辦給都法局的話 那都法局會有個承辦人 那就是把這個案子變成了 我們行政程序法裡面的人民陳情案件去辦理 進來的話 那就有科程體制了 所以會有承辦人 會有科長 怎麼去處理這個陳情案件 所以基本上呢 簡單來講 那個公函裡面 有沒有嘎進市政府的公文體系 有的話 那就可以有個現有去找了 最可怕的是沒有 對啊 什麼意思呢 手遇啊 看起來是沒有 對 公文的世界裡面還有一種是 其實最機密的公文是 不進公文系統的公文才是最厲害的公文 為什麼呢 就像這種私人信件 或者是直接A4打一打 直接蓋個章就出去的 沒有經過公文系統的東西呢 那個裡面才會真的非常的奧妙跟玄奇 所以本件基本上的話 我們看到一個紋面在那邊了 第一個要看的是 請問這一封信是不是偽造變造 前面是不是比較造 如果不是的話 倘若這個公文是為真的話 甚至還要約哪一天哪一天的話 我覺得這個案子 再發展的可能性就更大 那如果蔡姊 碧如姊 她打死不認 檢察官假設 譬如說洪正義把這封信交出去 他去比對筆跡之類的 還是可以找出一些線索 因為這個筆跡目前是A的 那B的話 如果說他是約什麼才見 是他親筆寫的話 我們就來比對嘛 對啊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說 今天檢察官在問案的時候 不是單純的把你叫過來問而已 他會先去鞏固物證 還有其他周邊的人證 所以今天呢 當有經驗的檢察官是 當鞏固完以後 再傳你來問話 當你今天講的 跟我手上證據不一樣的時候 那可能就對於造成不利了 對 所以這個地方還請 碧如姊多保重 再講一次 可能這時候法師救不了你 可能要一個好的律師 真的 來 你的同學 這個部分我都不挑 我挑的是謝麗公老師 為什麼 謝麗公老師 都不在你的選擇 不在這個選擇裡面 但是謝麗公老師 第一個是 他還是一個法學博士 第二個 謝麗公有真正的行政經驗 第三個是 他的專長就是洗錢房子 的法治專家 所以在目前 對民眾黨來講 最好的困局 其實要這種理性中道科學務實的人 來去代理民眾黨會比較好 不然現在大家都劍走偏鋒 這樣子發展下去的話 第一個 絕對對柯主席不好 第二個的話 對於整個黨的未來發展也不好 大家都還要選2026 他還要選2028 所以今天如果我揣摩 整個台灣民眾黨最佳利益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最好的是謝麗公老師 雖然很多人不這麼認為 但是我投他一票 Thank you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